我是丐帮帮主 这里曾经是丐帮的天下 来到这里加入丐帮的人 络绎不绝 可是好景不长 夫人三兄弟来到这里 干凑了我好多的徒子徒孙 现如今只有流浪汉和一个穷人的窝了 看看这流浪汉的窝 就还剩一块孔雀石了 再看看这穷人 家里连条备用的裤衩都没有 这谁能顶得住 穷人今天要交保护费了 可是我昨天已经把最后一条裤衩都抵押给你了 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 那我不管 你今天不交保护费 你是到后果的 不许欺负穷人 我就欺负你 你怎么了 半帮主 今天也是你最后一天的时间了 你到底交不交你丐帮的食物 你不交的话 就别怪我们夫人三兄弟不客气了 诶 大哥说的对呀 二哥说的对呀 你们痴心妄想 我是不会交出去的 那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 二比三弟给我上 诶 我怎么出现在这儿了 这岩浆都是哪来的 这里还有箱子 怎么还有金箍棒 先拿着 这里有个门 不行 我得出去看看 哇 这岩浆好痛 先吃点东西压压惊 哈哈 我既然是孙悟空 现在就是找夫人三兄弟报仇的时候了 夫人老大 你给我出来 谁呀 在我门口炸炸乎乎的 诶 半帮主 你怎么复活了 我是来找你报仇的 你以为我会怕你啊 诶 大哥说的对呢 二哥说的对呀 四头 你们两个笨蛋 半帮主 有什么招你就死出来吧 我是不会怕的 正好拿你 练练我的金箍棒 帮主 不 大侠 饶了我吧 我只是利欲熏心 再也不敢了 放了你也可以 但是你以后和你的小鸡一起当乞丐去 好吧 诶 大哥说的对呢 二哥说的对呀 你们两个笨蛋 会不会说点别的 诶 大哥说的对呢 二哥说的对呀 被你们打败了 刚才你暂橙 杀 小鸡 优优独播放 优独播放